所以看到了選霸法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投票率在選舉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高 罷免一定會比較低 所以用二十五趴 至少二十五趴出來投票 這是個合理的 大家知道民主國家 往往投票率就是六成 就是六成 而且那一天會造成全國性的 大家都放假 所以會有很多的互動 可是罷免他是一個區域 一個區域 所以當然會有很多投票率 罷免投票率會比較低 所以二十五趴是一個非常合理 是經過當時 大家研究了很久 所形成一個合理的一個論述 所以為什麼黃偉瀚會罕見的表態說 他反對國民黨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所以其實人懂 所以其實黃偉瀚講的這一些話 相當程度講出了人民 跟一些政治觀察者的一些心聲 可是國民黨為什麼要硬幹呢 因為他們怕自己被罷免 如果你真的覺得是說 這些身份證很重要 可以避免錯假連署的話 奇怪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國民黨發起或參與的罷免錯假比率比較高 那為什麼他們不要求自己這些人不要搞一堆有的沒的什麼死人連署 還有那些超連署當然連署 而在這個時間點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沒有什麼人要去罷民進黨 但是有很多人已經覺得說國民黨藍白毀線亂證 想要去罷免徐曉星罷免葉原資 因此他們急了之後現在才要調這個門檻嘛 要不然如果他們真的是為了制度上面需要覺得這個身份證會比較合理的話 那你可以後年再做這件事情 你等到你已經沒有罷免的爭議了 或已經被罷掉了 你再來一起修嘛 那很顯然就是他現在急著要過這樣一點 就是為了怕明年會發起這些罷免潮 會影響他們這些立委這個身份 會怕被罷掉 所以現在其實要這樣改 那所以我認為是說這件事情其實黃偉翰 當然大家也知道說他也不是綠營的嘛 那他過去的話也對藍營很多這些罷免 都表現出比較支持的這個態度 那藍營也不能從容標準嘛 你成功罷免的這些比較本土派政治人物 你就說這個民主而是聖利在那邊喊讚 然後結果現在自己藍營的立委 一直號稱什麼六成支持度 等到被罷的時候才要把這個門檻 用變相的方式 用附上身份證的影本方式調高 這身份證的影本會不會被詐騙集團拿去用 會不會流落到中國手上 有很多個資遺余的這些問題 配套也不去解決 所以我認為說國民黨 他在沒辦法說理的狀況下 想要強行通過 卻因為這個沒有辦法提早到立場 現在是惱羞成怒 但他背後的態度就很明顯 不是為了民生 而是為了保障他們自己立委的這個身份 所以看到了為了一個選霸法要提高罷免門檻 為什麼國民黨非要提高罷免門檻不可 因為害怕嗎 害怕他們的立委被罷免嗎 顯然全民都有共識說沒錯 國民黨就是害怕被罷免 所以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這非常的清楚 尤其還想要利用這個提高罷免的門檻 去幫助一個人 而這個人現在正在被罷免中 那個人叫做謝國良 所以呢 現在蓄收罷免連署制二階過關 拆良民團說為投票來打基礎 所以換句話講 國民黨說如果現在提高罷免門檻的話 謝國良是可以適用的 他們的智庫都這麼講 所以這個時候戰鬥人就要去幫助謝國良 所以戰鬥人要去幫助謝國良 叫做顧良 呼籲基隆人要投不同意票 謝國良他講大話 他說不管有沒有投票 我們都相信我們獲得最後的勝利 不過支持罷良的民眾 嗆說我們要邀請的是安新亞 因為這個時候戰鬥人他們去顧良 結果徐曉勳也去了 他說我有正義感也是美 不過看你在咬人的時候會美嗎 那趙少剛嗆不要成為政文燦第二 尼諾昌就回擊說謝國良你調車尾啦 國民黨你還要說好呢 那這個時候看到謝國良又開始撒鈔票了 等等相關的在叫做政策性的買票以外 他開始又來了 議員有爆料說謝國良急著補助宗教團體八百萬 從來不禁廟的基督徒現在要去拜拜了 一下子宗教團體可以拿到八百萬 不得了耶 告訴大家整個內政部掌管全國的宗教團體都沒有八百萬 整個內政部都沒有八百萬他竟然一下子就給宗教團體八百萬 哇實在是好慷慨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一箱箱的連署同意書從車上搬下來再度送入基隆選委會 原來先前宋建時正副本的數量對不上 被選委會要求補件 得到領嫌人的同意 將相關正本及銀本的資料由領嫌人帶回來做補證 正副本那個復印的時候數量不一樣 就是由部分的正本沒有順利的復印到這樣 有些部分沒有復印到 所以他的整筆序號就會跑掉 李彥榮強調 九五宋建時只少了185分銀本 週一再度送箭 而非被推薦 宣委會將在40天內查對 不過獨信基督教的謝國良 最近不但罕見 參加宮廟活動 還追加編列八百萬預算 只要宗教團體立案辦活動 就能拿到兩萬五的補助 中央內政部與屏東 台南等地方縣市 也都有宗教團體的相關的補助辦法 基隆參照設置 宗教業務補助要點 相關預算 均經基隆市議會審查通過 法制程序完備 謝國良市長他本身其實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的一個宮廟活動 甚至是基隆重要的一個中元祭的一個祭典 他都不曾與親自參加 所以他這一次隨著這樣的一個廟宇到南部來做一個參加競爭的活動 不免讓人家認為說其實是為了去處理這個罷免案的這個部分 這一筆預算其實是為了要讓謝國良市長的這個被罷良的這個行動 那給予一些的一個緩衝的一個空間 議員不以為然指引是否透過預算拉攏和宗教的關係來緩衝民間的查量力道 那大家講謝國良是基督徒 不過現在他到各個廟宇去拜拜 急了 是這樣子嗎 金融市政府這麼有錢 八百萬就花下去了 我告訴大家 整個內政部 掌管全國三萬七千多家的各個宗教的團體 結果就給了八百萬 整個內政部 我告訴你幾十萬而已 幾十萬而已 竟然基隆市可以有補助宗教團體八百萬的預算 嚇死人 這是不是 這怎麼一回事 就像主持人剛剛比的姿勢急了 那就是急了的狀況 那為什麼這樣講 你知道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趙少康 戰鬥藍 徐曉星 他們到這個基隆去做宣講 等於是要鼓勵藍營支持者出來反罷免 而且重點是他鼓勵支持者要出來投反對罷免的 票 那這個這個活動裡面的你可以看到是第一個現場的人坦白說去的真的不是很多 而且對照之下你看到是什麼 你看到是連署書呢 這個霸良團體收到連署書是超過四萬三千份 所以上個禮拜本來有一篇說這個被退見的這個消息出來被證實是假的消息 因為他們真正的這個問題是在於說正本跟銀本之間的差額大概差了一百八十五張而已 所以一百八十五張補完之後你可以發現不管是有差一百八十五張還是沒差一百八十五張都是四萬三千人以上的連署 而且這個數字呢 他還在繼續在收連署書當中 所以等於在基隆裡面願意去連署的人超過四萬三千人 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但是對照去挺謝國良的人呢 除了戰鬥團 趙少康 好紅兵之外呢 看起來現場的人數真的是不多 不但不多 還有霸良的人去現場去嗆聲的 你看這個還舉牌子嗆聲寫什麼呢 做人別太許巧心 做事別向謝國良 這嗆的很重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現場的人呢 就讓大家發現說這個國民黨 今天動作會這麼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看起來兩個危機嘛 第一個謝國良被罷免 有可能是國民黨被罷免的第一張骨牌 第二 國民黨發現整個風向上面來講 這個罷免這件事情是確實可能會發生 所以在選罷法這件事情 他們不趕快做大動作不行 不趕快做大動作不行 同時還要附帶做一件事情 要激發藍營選民的仇恨值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天國民黨動作 這個坦白說都是激發仇恨值的動作 又咬人 又打人 又抓人 這些動作看起來都是非常大的動作 希望激發聲藍選民能夠出來 出來做表態的動作 然後跟謝國良這局 當然是連在一起的